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1年1月22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珍 新闻首先来看到县议会民进党团 今天召开记者会 针对宜兰县政府宣布由参议李星泰 回任兼待建设处长表示遗憾 认为县长林芝妙用人为亲 阻碍县府公务人员的正常升迁 对此县长林芝妙是指出 李星泰回任建设处长 完全是基于专业考量用人为才 县议会民进党团指出 县长两度强势任用不够资格的 亲信吴朝勤代理建设处长 已经阻碍县府公务人员正常升迁 如今吴代处长因涉及弊案被击押 再度任用去年4月因酒驾的参议 李星泰兼代建设处长 更是落实县长用人为亲的传言 贪污换酒驾 欢妙至极 贪污换酒驾 欢妙至极 经过这一次公保区的区段 征收弊案之后呢 林芝妙的用人呢 让我们感到疑惑 他过去说酒驾林荣忍 难道林荣忍只有4个月吗 那如果未来吴朝勤被放出来了之后 是不是他也会将吴朝勤 又回归回来让他当处长呢 在宜蘭县处处都是人才 为什么林芝妙一定要用犯错的人来当他的一级主管 所以他的用人让我们真的是匪夷所思 请林芝妙县长应该是要勇敢来面对 人家在说的 用人为财 不是用人为亲 好的人才应该是要收到 专官的这个赏识 来挡用 让他来协助你推动 我们宜蘭县的这个观景 不是说 一定要在路灯一路对立 对来到我们管政府 这个人很适合 来做你省府的这个主管 要在这里请林芝妙县长 应该要赶快悬崖热马 让我们整个宜蘭县 这个公务体系 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升迁 让好的人材 可以为我们宜蘭官来服务 很多很有趣 以前的宜蘭县长有所困难 很好 很用 才是有关 因为林芝妙 他就是说 他要用他人 他要用 他会听话 没凌云也没关系 所以说 这是宜蘭官 宜蘭人的悲哀 宜蘭的建设 我们这三年看来 我们看得到 所有人都停顿 建设都停顿 都没在做 你今天用一个 没有主角的人来代理 这个厨长 一个代理 再两遍 再两遍 所以这是宜蘭人 不愿意看 我希望我们的管长 好好的去思考 好好的去调整团队 不能每天在外面 又四处走 你根本就没心 你在管长 你让这些 在所有的团队里面 你知道他们现在 在做什么工作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说我在这里 会有我们的管长 好好去思考 沉甸下来 把团队 调整到最差状况 对此县长林之妙表示 李兴泰回任建设处长 完全基于专业考量 用人为才 建设处 代理处长的部分 就是说怎么会 请一位有主要过的处长 来代理一下 嗯 嗯 就是 他也是这个专才 嗯 很专业的 非常重要 好 谢谢 艺人兄弟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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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